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恒天人集团今天表示 其家公司因为去年部分乳品可能含有能导致中毒的肉毒杆菌 导致其在亚洲的产品被召回 此事件被罚款30万纽币 该公司表示 对此案的指控恒天人已经承担了责任并尊重判决 澳洲的雪梨野生动物园为周览游客 推出五尾熊自拍活动 在五尾熊活动区域架设感应相机 相细的感应器一侦测到五尾熊活动便自动拍照 画面立刻传送到萤幕供游客观赏 让游客直呼卡哇伊 法国野生动物摄影师杰赫曼 日前在非洲肯亚的北部 捕捉惊险又难得的萤幕 抑制将近1200公斤重的长颈鹿 压低脖子用力打噴剔 将力水柱从口鼻喷射得出 差点让附近觅食的小鸟变成落汤鸡 新航亚的电视整理报道